另外来看到呢 这是高雄市有个越南籍的女子 疑似因为酒病 20号凌晨想不开 从投诉的饭店八楼顶楼一药而下 结果她压坏辆汽车车顶 还有前挡风玻璃 最后送衣不至 受损的车主说 本来她的车子呢 是停在另外一个位置的 但是呢太太觉得这个位置不太好 所以呢移车移到了这个位置来 但没想到就遇到了坠楼的意外 最新的情况 请记得王月芳来告诉我们 月芳 好的主播给观众 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一名越南籍富人从饭店的八楼 楼顶最楼 就我就刚好呢 是压到了这个停在停车场的 这一辆轿车 可以看到照片中的这辆红色轿车呢 是车顶凹陷 甚至连后照镜都断裂了 前挡风玻璃碎裂 车子受损相当的严重 而车子遭到压坏的王姓车主呢 她原本呢是从昨天呢 是从台中南下高雄要来拜访朋友 投诉在高雄市凤山区的这一间饭店 她是跟警方表示说呢 昨天晚上吃完饭之后 跟太太回饭店的时候 停车场一辆车子也没有 她原本是将车子停在第一个车位 那是因为呢 太太感觉说那个车位不太好 因此她才将车子呢 移停到第二个车位 没想到呢 却反而碰到了坠楼的意外 造成车子受损严重 不过呢 她也非常的体恤死者家属哦 也是认为说呢 等到死者的后事处理完之后呢 再来协调相关的赔偿事宜 那么这是来自目前向真情形镜头 召唤蓬莉主播哦 觉得之前的位置不好 结果一到这个位置来 反而是遭到最龙女子给压毁了